大家好,欢迎回到华美教育 今天要分享的是美国五个商学院MBA毕业生起薪超15万 如果您喜欢这个内容,请订阅这个频道 华美之声主要分享最新的美国教育资讯以及美国人文风俗等内容 从返学校并获得MBA学位的原因有很多 但最重要的动力之一是获得加薪和高级职位 根据美国研究生管理招生委员会的数据 许多MBA毕业生的起薪几乎是那些只有学士学位毕业生的三倍 根据全国大学和雇主协会的数据 2021届本科毕业生的平均工资为55,911美元 另一方面,PayScale数据显示 美国MBA毕业生的平均基本工资为9万2千美元 不过GMAC报告说这个数字可能高达11万5千美元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负责MBA项目的副院长 玛丽·艾伦·莱利此前对财富杂志表示 薪酬的上涨很大程度上与对MBA毕业生不断增长的需求有关 沃顿商学院全日制MBA课程被财富杂志评为全美第四 2021年MBA毕业生的基本工资中位数达到15万5千美元 创下历史新高 就业市场热衷于招聘MBA 并且知道为了抢到人 他们必须能够支付更高的薪水 他说,各公司都在追逐数量有限的MBA GMAC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桑吉特·乔夫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雇主显然非常重视获得MBA和商科硕士的毕业生 我们看到,就学习目的地的地理变化而言 候选人市场非常活跃 但雇主和毕业生在高级商业学位中看到的价值是不变的 财富杂志将美国顶级全日制面对面MBA课程进行了排名 衡量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评估毕业生的出路 其中包括起薪 以下是财富杂志根据2022年数据编制了平均起薪最高的五个MBA课程 一、斯坦福商学院 财富全日制MBA排名第五 基本年薪中位数158,400美元 学费每年76,950美元 GMAT平均成绩738 本科平均GPA3.78 入取率6.2% 二、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 财富全日制MBA排名第七 基本年薪中位数155,000美元 学费每年82,326美元 GMAT平均成绩729 本科平均GPA3.59 入取率19% 三、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 财富全日制MBA排名第七 基本年薪中位数155,000美元 学费每年77,841美元 GMAT平均成绩732 二、平均本科GPA3.54 入取率23% 四、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财富全日制MBA排名第四 基本年薪中位数155,000美元 学财富全日制MBA平均成绩730,000美元 平均本科GPA3.6 入取率18% 五、哈佛商学院 财富全日制MBA排名第一 基本年薪中位数15,000,500美元 学费73,440美元 GMAT平均成绩730 本科平均GPA3.69 入取率13% 以上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如果您对我们分享的内容感兴趣 欢迎订阅这个频道 并记得点赞转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